犯罪片,孤注一掷出圈 结局人就出来了吗?是怎么就出来的? 还有啊,最后一个镜头是什么意思? 导演官方解读是什么? 孤注一掷,结局人就出来了 最后一组,镜头一有所指 导演深奥表示,最主旨的表达是 网络诈骗是很难根除的 要靠自己的觉悟 希望每位观众能提高警惕,防备诈骗 因为诈骗会像病毒一样 不停地滋生下去 展开来说,孤注一掷 之所以全员获救,必须提名安娜 这姐妹儿是个模特儿 为了高收益,不顾高风险 跳槽到犯罪团伙当何官 以及颜值担当 绝强小伙攀升对犯罪团伙一万个不服 瞅着安娜挺面善 决定拉安娜当队友 和犯罪团伙私吧 安娜本着明哲保身原则 本来是拒绝的 直到良心发现后 态度118度大转弯 配合警方指导黄龙 救了被犯罪团伙控制的人 也救赎了自己 另外,最后被抓的陆炳坤 并不是犯罪团伙大boss 只是个小boss 贪生成功引起陆炳坤注意 被陆炳坤交付了一项并不简单的任务 那就是把陆炳坤女儿送到陆炳坤老婆身边 你撇,你仔细撇 有没有一种可能 陆炳坤曾经也是受害人 但被犯罪团伙同化 女儿被允许跟在陆炳坤身边 正好充当犯罪团伙 控制陆炳坤的底台之一 谈到角色 陆炳坤扮演者王传军爆料 这是他第一次演一个反派串联起整个故事脉络 陆炳坤所干的事情是他闻所未闻 包括犯罪团伙很多手段 他第一次听都惊了 导演给了他很多资料 让他了解网络诈骗日常状态 给他普及了这方面的知识 学完之后 他下意识有了对角色的塑造方向 比如油腻一点 大部分时间挺着肚子